在野外檢體確診到有H5N6的病毒的時候 我們取得的日期是2月5日 禽流感疫情有擴大的趨勢 計畫連線3000多隻送往宜蘭塗胎廠的壓制 被檢驗出感染H5N6後 台南在上週市發生3000多隻火器暴斃 黃檢局週日出面說明 證實這批膽病暴斃的火機 化驗結果是會傳染的H5N6 是首例確診病例的刑場 黃檢局表示 台南確診病例刑場周圍1到3公里的刑場 都要採樣化驗 望遠5公里內的入刑也將全面反噬 刑牙等水刑則同樣要採驗 專家指出H5N6在刑内間的傳播力非常的強 它的排泄物它所含的病毒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只要一個功課 它就可以使好幾萬隻禽兩類受到感染 至於H5N6 禽傳人的風險雖然不高 但是人類一旦感染 萬一它真的感染上的話 那麼它是死亡率是會比較高的 死亡率至少都是五六成以上 想要避免傳染 專家則是建議 盡量避免去接觸到這些 就是靠近這些情處的死亡場所 不得已一定要接觸的時候 一定要做好個人的網路措施 萬一真的要使用相關的肉品 則是建議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吃高溫煮熟 因為這種病毒它怕熱 是我銬新抬報料 愛媛 垫 さん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